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姑娘 不是说有不少才女参加吗 那倒是 确实有不少才女喜欢参加诗会 哥 你要找哪家姑娘 找我的鸡腿姑娘 姓鸡 谁家姓鸡呢 是真的鸡腿 借我个合作用油 你昨天带回来的 就这个 还留着 这可是定情信物 好像臭了 哥 你不是昨天刚回来吗 怎么就定情了 信物 还如此 脱俗 昨天来之前 我去了趟庆庙 去庆庙干嘛啊 又不顺路 这得问你撤服我啊 我哪知道 然后呢 然后在庆庙片殿的香案底下 我就遇见了她 香案底下 我这个人呢 不信鬼神 如果真有神庙的话 麻烦你派个使者下来 跟我解释一下 你要是给我答案 我就给你个面子 信你一回 是哪家姑娘 当时忘了问 怎么最关键的忘了问啊 当时忘了吗 我本来也想过 这或许就是没缘分 就这么算了 但是不行啊 昨天一晚上梦见她好几次 虽然说过的话不多 但是心里总想着她 一定要把她找出来 明日诗会 没准她也在 我得去瞧瞧 明日诗会 我跟你一起去 要是在 我帮你问名字 她若是不在 我就一家家伏地给你找 一定把人找出来 我怎么瞧着你 比我还着急呢 哥 你知道吗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个词 浪漫 原来 不止故事里有 这世上也有这样的事 一定要把人找到 哥 可是陛下给你订了婚约啊 你说 有没有可能 这命运就是这么奇妙 这个鸡腿姑娘 就是那位林婉儿 不可能 林家小姐有病在身 听说近时欢欣 不可能砍鸡腿 更不可能出门吹风 什么病啊 不清楚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要找鸡腿嫂子 鸡腿姑娘听着还可以 鸡腿嫂子未免太难听了点 不行 我现在就去找 你别着急 你也没见过 见了你也认不出啊 这倒是 真羡慕你们 能把人生 活得跟故事一样 将来 您也会遇到的 我 我不行 太难了 将来我的婚事 肯定是要父亲来选定 那不行 这种事必须自己选 人生在世白居过西 要是选了个自己不喜欢的 这辈子白火了 可女子婚事 都是父母决定 那是别人 你跟他们不一样 若若 只要你喜欢的 就算是天王老子 哥也给你拽回来 其他的人 你不用管 我来继续 谢谢你 哥 你对我真好 谁让我救你这么一个妹妹呢 对了 滕梓京去哪儿了 我找到还好事呢 哎呀 你怎么还一惊一蚱呢 我忘了 我在房里等你 是有事情要跟你说的 滕梓京刚驾车回府 就被父亲派人抓了 现在 关在后院呢 为什么抓他 不清楚 还有 范思哲正跪在书房门口呢 这事跟范思哲有什么关系啊 父亲怀疑是他挑唆 你跟郭宝坤争斗 逼你和太子为敌 范思哲能有这么深的心机 他没有 他娘有 家产之争 这种手段 不少见 有证据吗 倒是没有 行 我知道了 你在这儿等着 这事我去处理 你说你这脑子 一个被抓了 一个跪着你不先告诉我 智商盘地 智商盘地 何为智商 何为盘地 她们对 Wait 什么东西 是古萝卜 没什么